接下来我们是第三章的部分 这个读取各式的资料 那这个资料目前最常见的就是Excel档 还有这个所谓的点CSV的档案 那点CSV的档案呢 我们称为叫做comma separate value 逗点分割的值 那读什么 这个档案呢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叫做text file TXE档的档案 你用这个小作家notepad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现在语法一样 各位可以看到 它其实R的部分就跟我们学英文单字一样 看到字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function read table 或是read.csv都可以 这两个 好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各位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函数 函式 函式里面包含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引数 也称为叫做parameter 这个叫做参数也可以 所以说我们在学R或是python之后 资料分析的时候 绝大部分就要去理解 这一个函式 这个函数 它到底的功能是做什么以外 最重要就是要投入哪一些的引数 那各位知道引数的部分有些是预设值 你不写没有关系 但是有些引数是你一定要有的 你没有那就会做错误的讯息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一样这边请各位打一个 这个console的部分 打个问号read 我们先用read.csv来看 比较常见的也是这个 read.csv 好那一样 各位来看到 看到这个online help的时候 老师再提一下 它是一个R的一个documentation 一个线上的这个文件 那这个是它的read.table的指令 那这个还记得吧 老师上次讲过了 这个大夸壶所包的呢 就是它的package的所在 那你说老师我怎么没有安装这个utility的这个 这个是基础的 启动R的时候它就会有了 所以说这个部分你就不必安装 那所以说以后看到一些指令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在哪一个套件里面 那再来这个就是它data input 那你们可以看到 那常见的就是这个 要看到这个usage 就是它的使用 其实它的sintax 也就是它的语法 好那你看到没有 虽然是打read.csv 可是它相关的还是帮你秀出来 因为它是一系列的 这些都是可以做 读取csv的档 读取text的档案 那cs2这些 比较常见的大概就还是就是这两种 一个read.table 跟read.csv的档案 好一样这些的documentation 除了刚才的sintax的语法以外呢 再来就是我们这个称为叫 引述的arguments 就是参数的部分 好那相对应的也就是它的位置 这边来看到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fire 就是相对的位置在哪里 接下来是一个header 看到没有这边有个叫做true or false 然后header还记得吗 它的有没有表头 那比较重要是在这个separate sep就是分割的符号 spreader 分割的符号正常来讲 csv的档就是逗点 那有的时候它不是用逗点 它是用分号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 做区隔 这边就是它的参数 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 其他的话有些就可以用它自己的预设值 那当然你可以读也可以写 好那这边大概参数蛮多的 但是其实几乎都是用它的一些的预设值 好这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是在这一个 它叫做string as factors 这是什么意思 还记得吗 我们讲过这个datatype里面 R里面有一个object 有一个物件呢 叫做音质变数 好什么叫做string 子串 把子串当成什么 音质变数 好假设你的栏位里面是gender 性别 这个是类别型的变数 不是文字型的变数 你可以把它做input的时候 它直接就把它assign成因子变数 那当然你是可以适后 这个也可以 不过预设值它是default 它是false 以后你们有时候有看到这样 因为因子变数有它的好处 它可以分这个大小排序 好那detail的部分就还好 最重要的就是后面的examples 各位这个就是自学的时候最好用的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我们的csv的读取档案呢 我们也可以从网路上读取一个档案进来 那这个档案名其实就是你的路径 那这个路径 在你自己本地端 就是你自己C槽D槽 但是如果说是网路上的路径 你可以看到 直接就点选它的网路上的路径 好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个是这边在讲到 这个就是跟等号是一样 我把这个字串 也就是路径的字串 assign给这个URL的这个变数 好你看到这个就是URL 你想要秀出来也很简单 跟我们Python一样 直接按RUN 它就会秀出来这个部分 好那也这边跟各位提一下 什么叫做1 1的意思表示它现在就是一笔的资料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资料 它的开头有 所以从1开始7开始 或是14开始 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来看一下 刚才看到了语法了 我们大概比较重要 或是刚开始的语法 这些函式会跟各位带一下 没有的话之后呢 我们就可能很快就要请各位自己阅读了 好来先来看一下 它是read table当然是一个档名 然后header呢是true 那为什么是true 请各位要养成习惯 就是这边你们可以自己先过去看一下它的档案 好这边先给各位 你们先到这个网站上面去把这个点选之后 那你说老师这个档案将来之后 你们就可以知道 别人会跟你讲这个网站是在哪里 网址是在哪 好点一下 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看一下 好这个是有header的 好这个是从网站里面的直接下载下来 好来看一下 语法 fire等于url 就是把这一串的网址给它 header刚才看到是true 那刚才也看到了分割的符号呢 就是 逗点 好 语法看一下 刚才 红灯闪了一下 表示刚才有联网就进来了 那预设值呢 它会用 我看一看 它会用它的档名 我们刚才进来的档名呢 就是 这个tomato first 因为它是有空格的 它取前面的 好 一样我们来看一下 十一个变数 然后只有16笔的观测值 好 一样我们现在用csv也可以 这个是我只是把它指派成这个tomato 好 那这个.csv read.csv 是一样的作用 只是我把它取成不同的档名 这两个是一样的 好 那进来之后呢 来我们开始有一些 当资料进来的时候 几个步骤 就是要理解你的资料 首先呢 那当然我们原则上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点选 对不对 可以看得到它 主笔的资料 下拉可以看到所有的 但是我们习惯性还是会下几个指令 就是这个养成习惯 先head看一下 head呢 是代表秀出来它前六笔的资料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有几个栏位 十一个栏位 好 好 老师的习惯也一样 会把一些指令的结果 贴到这一个指令的后面 那怎么贴 一样 这个copy 之后贴过来 按 这个整个全部连续 再跟各位讲一下 贴过来之后 按着mark部分 你不全选完都可以 你就这样子也可以 这一行不必全部选完 只要有选到就好 Ctrl Shift C 它就disable掉 再按一次 Ctrl Shift C 它又mark起来 所以说你第一次的时候会mark 好像老师现在已经mark了 再按一下它就disable掉 好 练习一下 好 当然也可以show这个tomato 这个data frame 资料框 好 这个data frame只有16笔的资料 好 那接下来就是资料集的测试了 因为就跟我们Python一样 那个位置是很重要的 位置只是不对 它会跟你讲这个档案 怎么样连接不到 好 好 那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档案 回存回来了 对不对 来看一下 还记得吧 这里是刚才进来的我们的工作目录 注意 这边还有一个more 要设定成工作目录 好 那其实我们的 网址 这个路径就在这里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样 我们刚才已经把它download回来了 那试着一下 它会跟你讲无法开启档案 no search file or directory 表示怎么样呢 它其实是到这个里面去找的 并没有 好 没有的话麻烦一下 你要指定你的路径 那我们就 现实的给各位现场看一下 我们刚才是在下载区 这里 对不对 好 下载区这里 的这个档案 那按滑鼠的右键 复制 位置 好 录制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先把它贴到41行 你们的路径应该会跟我不一样 贴不上来 复制 就是 我的位置怎么贴不动 贴不过来了 好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 位置在这边 看了一下 好 那我们来实做一下 好 刚才是在 档案是在这里 对不对 好 而且注意看一下 大小写是有区分的 TOM 然后这个地方 注意一下 这档名可能要改一下 好 它中间是有空格的 麻烦这边可能要改一下 好 我把它转起来 好 重视 改起来了 好 这边是 这边是对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斜线跟反斜线可能各位要留意一下 好 我们照刚才copy的过来 贴过来 好 这边还要再多一个 多一个斜线 反 这是反斜线的哈 好 好来试试看 如果不对的话 就用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把它存成一个TOMATO02 好 它会跟你讲有错误了 有个错误了 应该是要用反斜线这个地方 斜线 应该是用斜线的部分 好 我们试试看 好 就读进来了 好 所以说这个部分 不管是反斜线斜线 各位只要有经验就知道了 有的时候可以读得到 有的时候读不到 反正就大概清楚一下 好 那这边你们就试做一下 这个时候进来的是 这个TOMATO02 资料集是一样的 head是true 你们也可以试一下把它改成false 可以试试看 好 那老师这边的案例呢 是养成一个习惯 因为我目前的资料 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资料夹下面 那我 我的习惯呢 也请各位 自己在这边建了一个Data 的资料集 其实我这边也有这个档案 好 所以说你是在 这个目录 Working Directory 下面的资料夹 下面的这个档案 也是可以把它读进来 好 我现在再把它设成03 03 03 是可以进来的 好 你们自己 假设你们的资料 的这个位置不一样 自己要修改一下 好 这个就是刚才跟各位讲的这个String as Factor的这个引数 预设值 预设值是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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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把这个 类别型的变数变成因子变数 我们也可以试的把它改成False 好 那你 怎么去看这个变数 是不是因子变数呢 还记得吗 好 我们用这个指令记一下 Str Str 我们称为叫做Data Structure的意思 看一下这个资料结构 好 那我们的这个是 我们先看刚才这个 Tomato3进来没有 有进来 我们的刚才的 String as Factor 预设值是True 好 这时候Str就是看 这一个Data Frame的资料结构 好 它会跟你讲 这个Tomato03 它是一个 它的Data Type就是Data Frame 就是Data Frame 有16个观测值 11个变数 来看一下 这个Source 它是Character 不是Factor 对 这个应该是要改成 我看看 预设值应该是True 还是False True 好 我们把它改成这个 第四个看一下 好 这边再去做Data Structure 4看一下 好 应该是 预设值是False 预设值应该是False 把它改成True 那这边就会变成因子变数Factor 好 那看到没有 这边也是一样因子变数 那因子变数跟刚才的看到没有 这边是CHR 好 是字圆 也就是Stream 那这个字圆跟Factor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这里 各位可以看到 它会跟你讲它有16个类别 这边Source是有10个类别 好 那这个方法讲完之后呢 我们来试一个 这个是用RE table 跟RE.csv 那各位试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从这个 RStudio所提供的 Input Dataset 好 那它提供了蛮多的Import的方法 可以从Excel 也可以从Text File 那TXT的档案有两个 这两个都可以 那这个第二个呢 它还要再去安装新的套件 那我们先用这个 好 那这在哪里呢 注意一下 等一下 在这 对不对 好 点选 好 来看一下 看起来是没有问题 抓是抓到了 好 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也是几个 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是Encoding 它会自己帮人去找 那目前来讲 因为没有中文 就还好 如果说有些中文码 有乱码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找找看 相对应的BIG5和UTF8的编码 那这边有一个Heading 好 表头 yes 就是True 没有表头 你可以看到没有表头的话 它会自己给你V1V2的这个变数 那可是这边它就变成当做第一笔资料 好 这个叫做RowNames 就是这个 1234 这个是Row 这是Row 它会给你这个名字 这个行列了 列的名字 列1234 那比较重要是这个 Sprater 好 有这个空白键 有豆点 有Semicolor 这个分号 有这个Tab键 好 其他大概就还差不多 这个是Na值了 假设你要把它设成 因子变数变成Factor 就把这个打勾 因子变数 就把这个打勾 好 一样我们可以试的进来 这个时候名字也可以改 但是注意 这个时候我们Input 资料的时候 它的名字 会用你的预设的档名 当成它的名字 好 我们这边把它 好 我们这边就用 因为这边没有这个档名 我们就用它原来的 这个预设的档名 好 做Input进来 好 各位试试看 好 那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 各位试着一下 把几个我们上次的资料集 练习一下 还记得吧 我们上次请各位 做的那几个资料集 把它练习一下 我记得上一次是放在R里面吧 对我看看 对我看看 可是我们一定下载下来 对对对 好 上一次的Data在 应该是在这里吧 还记得吧 好 在这里 我请各位建一个R的资料集 原先老师的那个资料夹 你把抠出来还记得吧 程式码在这里 没错 然后请各位建了一个这个Data的资料集 所以这个Data资料集 自己练习一下 试着用这边的路径做做看